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坡肉的苏的频道 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和分享 傅年的白月光回国那天 他们的机场登上了热搜 众网友直呼般配 一夜未眠 等到的只有谎言和他对白月光的维护 我转身挽着竹马弟弟提出了离婚 傅年却哭着后悔了 傅年和赵瑶的机场照被媒体拍到 放在了网上 赵瑶的粉丝磕得飞起 底下一水的评论 瑶瑶终于回国了 又能看到姐姐的美貌大杀四方了 有没有人注意到旁边那个男人 年要的副总啊 年要 念瑶 我去 我磕到了 高领之花霸总成天才美女小提琴手 谁懂啊 副总从来都不接受媒体拍照和采访的 这次居然公开和瑶瑶一起上了热搜 这是真情侣啊 我面无表情地翻着热搜上的评论 手机的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更添几分悲凉 赵瑶是他的女朋友 那我是谁 结婚证上那个女人是谁 我拿出手机 给最近通话人打过去 嘟嘟声响了很久 没有人接 又连着打了好多痛 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我的心底突然冒起一团火 直烧到我嗓子眼 赴年这会和赵瑶在做什么 久别重逢的拥抱吗 在做什么 我的丈夫才会顾不上接我的电话 我感觉那团火 快要将我整个人烧干了 偏偏肺里空荡荡的窜进冷风 我起身将桌子上的东西全都摔在地上 不够 墙角花瓶被我一脚踹在地上 不够 我点起脚 将挂在墙上的婚纱照取下来 狠狠摔在地上 玻璃渣刮花了赴年的脸 也割破了我的裙子 我的气才稍稍顺过来些 手机铃声响起 上面闪着赴年的名字 我在一片狼藉中接通 那头却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沈小姐吗 傅年去洗澡了 我刚刚看到你打了很多通电话 怕你担心就自作主张给你回了电话 你不会介意吧 赵瑶 真是人如其名 赵小姐是吧 我就不称呼你的姓了 毕竟你做的事让我叫不出口 你这么大度又喜欢捡垃圾 想必肯定不会介意吧 对了小姐 还请你转告傅年 让她早点回家 就算都是狗 也有家养狗和流浪狗的区别不是吗 不等她回击 我就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发泄出来的火算什么生气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多 傅年才回来 看到我坐在沙发上以及一地的狼藉 她愣了一下 又皱起眉 眼里快速地聚集起不耐烦 沈岁欢 你又在闹什么 声音裹挟着冷冽的寒气 过往的伤痛再次涌上心头 我死死掐住手掌心 压下鼻腔的酸涩 傅年 你昨晚在哪 闻言 傅年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 她紧抿了下唇 昨晚摇摇回国 以前的朋友们组了个局 大家一起喝多了而已 那你和她呢 睡了 傅年猛地抬起头来 望向我的目光似要吃人 就好像我说了多么食恶不赦的话 沈岁欢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和赵瑶之间清清白白 右手无意识地抹撒着 怕是她自己都没有注意过 这是她撒谎时的下意识动作 我无视她的怒火 翻出手机 掉出昨晚的通话记录 昨晚我给你打电话没打通 赵瑶后面用你的手机又打过来 1分12秒 傅年 你要不要猜猜 我们都说了什么 傅年面上的冷静被全部打碎 她急忙去翻自己的手机 除了我打给她的17通未接来电 什么都没有 她一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但还是下意识地维护赵瑶 应该是瑶瑶不小心扇了 我心中的恨意再难抑制 扑过去朝着傅年那张俊美的脸 就是一巴掌 傅年 你是我的丈夫 不是他的 傅年被我扇的头微微侧过去 望向我的眼神 依旧淡漠 所以 我不是和你结婚了吗 当初要不是你 瑶瑶也不会抛下 我出国不是吗 我颓然地垂下手 不用照镜子 我也知道自己这刻的形象 有多像一个疯婆子 喉咙里像堵了无数棉花 我尽力压抑住声音的颤抖 指示着她 我没有 当初是赵瑶 傅年打断我 沈岁欢 事到如今 有没有还重要吗 说完 她没再往楼上走 转身摔上了门 不一会 外面就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我第一次见傅年 是在朋友开的酒吧里 她正被一群富二代们 灌着喝酒 那张脸 在那样的境地下 透出些许惊心动魄的漂亮 周围的人 颜色逐渐变得有些不对起来 我以前就听过那些人 有时候玩起来昏速不济的 大概是英雄主义作祟 我走上前带走了傅年 他们既荡我的家事 也没人敢拦 后来 我就经常能碰见傅年发传单 做推销 吃个饭也能遇到她在打工 朋友看出我对她的兴趣 劝我 傅年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她打工可都是为了给女朋友买礼物 你可别去瞎铲嘴 我当时只是对傅年这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好奇 想知道一个人哪来的那么多经历 却忘记了好奇是喜欢的开始 我没想对他俩做什么 只是在偶尔碰见傅年时 会给老板打声招呼 渐渐的 圈子里传出风声 说我是在追求傅年 我懒得解释 直到傅年找上了我 说不想让女朋友误会 他那个女朋友我也见过 拉得一手小提琴 整个人娇娇弱弱的 偶尔也见过他和某个二代在一起 看见我了 眼里全是心虚 我不想管他们这些事 即使我对傅年有点兴趣 但也不想掺和进别人的感情里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刻意避开了他会出现的地方 再次碰见傅年时 他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 听朋友说 他女朋友出国了 两人自从分手后傅年 就天天过来买醉 我开始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他身边 陪他一起振作 刚开始他总是对我恶声恶气 有人看不下去 我也只是笑笑 后来某一天 傅年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 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结婚 傅年一直都是一副冷漠从容的样子 我认定是他性格如此 却从未想过这一切 都是他蓄意的抱负 今晚的凯月酒店宴会厅 是盛家专门为接回的真千金举办的 傅年自那天走后 就再没回来 我刚走进大厅 就看到傅年身边花蝴蝶一样的照摇 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傅总怎么带了别的女伴出席这种场合 你没看热搜吗 傅总和这位刚回国的美女提琴家 可是不清不楚得很 傅太太就没管吗 我可是听说傅总当初可多亏了沈家的扶持啊 咱们圈子谁不知道 沈家大小姐可是傅忠实的舔狗 就算发生了这种事也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听着这些话 心里的顿痛一阵阵地传来 傅年回过头瞥见我 眼里闪过诧异 似是没料到我居然也会来 他怕是忘了 我沈岁欢不仅是傅太太 也是沈氏的总裁 赵瑶也看见我了 他嬌声凑到傅年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两人一起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 傅年盯着我 声音冷硬 大概还在生着那天的气 沈岁欢 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赵瑶拉了拉傅年的袖子 语调柔柔 哎呀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不能对女孩子这么讲话 何况沈小姐还是你的妻子 你这样子 她该多伤心啊 我眼睁睁瞅着 傅年如冰雪消融般 眼角眉烧处都带上笑意 两人的氛围黏腻到要拉丝 忍住为李尚勇的恶心 我随手拿起旁边 适应生盘子里的香槟 朝着两人泼过去 冰冷的酒水打断了他们的对视 赵瑶尖叫起来 沈岁欢 你是不是有病 傅年急忙将外套脱下来 盖在赵瑶身上 又转头对我挥起手 我闭上眼 心底一片冷然 巴掌声响起 周围一片惊呼 我有些纳闷 脸上并无任何痛感 睁开眼就看到身前被一个男人挡住 你多大的脸啊 我都不敢打沈岁欢轮得到你 男人语气充满桀不逊 是宋石 我的竹马弟弟 我戳了戳他的背 就见他换了副表情对着我 姐姐 打得我手好疼 赵瑶瞪着我们的眼里 像是要喷火 而傅年顶着巴掌印 却只是看着我拉宋石的那只手 我没再理会这两人 拉着宋石走开 宋石一改刚刚的绿茶样 斜腻着看我 怎么 是不是被我摔翻了 想改嫁了 我捂住他口无遮拦的嘴 自从和傅年结婚后 我就很少和宋石再见面 只因傅年说过他不喜欢宋石看我的眼神 我那时候以为是他吃醋了 还傻傻的乐和好酒 其实不过是傅年对自己东西的占有欲而已 感觉到手心湿漉漉的 我急忙松开捂住宋石的手 这家伙许久不见 更恶心了 宋石看着我满脸嫌弃的样子 一双桃花眼弯成月牙状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有些难言 拍了拍他的肩 顺便将手心的口水擦到他衣服上 宋石从身后追上来 今天我可是专门来帮你的 宋石最近是不是在和盛家谈合作 你老公来这也是这个目的 想不想将他的合作给截胡了 我今天来盛家确实是为了合作 只是没想到傅年也是 以前为了他 我总是将宋石手里的合作单子送给他的公司 怕他自尊心受挫 都是跟合作方打好招呼 不着痕迹 刚结婚时 傅年为了不让别人将自己当成靠老婆吃饭的凤凰男 自己出去创办了一家小公司 可是他向来高傲 不屑于应酬 他以为靠他的能力 就可以闯出一片天 哪有那么简单 他不去应酬 我就背着他陪合作方喝酒 替他拿下一个又一个合作 换来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的付出就是一场笑话 在宋石的帮助下 这次我以沈氏的名义 拿下了这场合作 傅年追出来 眸色阴沉 沈岁欢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这次合作付出了多少努力 你沈氏家大业大 就非得和我抢吗 宋石抢先一步开口 就抢了怎么着 有本事你去抢回来啊 没本事 你朝这个女人嚷嚷什么 傅年垂在身侧的手握紧 赵瑶从身后走出来 晚上傅年的胳膊 沈小姐 这次你确实做得有些过分了 我忍不住冷笑出声 拉开宋石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朝着赵瑶的脸狠狠地扇过去 不等他抬头 我又朝着他另半边脸扇了过去 我这人有个不好的毛病 凡事都喜欢讲究对称 宋石猛地上前将我护在了身后 这时傅年才像是反应过来 一把抱起赵瑶 看向我的眼里满是谴责 沈碎欢 我们的事不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如今听到这些话 我的心早已经不会痛了 宋石上下打量着傅年 择了声 我有时真怀疑你是不是睁眼瞎 那女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吧 你的脑子是用来充气的吗 腿长在他身上 谁能逼得动他 傅年停下脚步 脸上闪过游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宋石却不再看他 转身拉过我 朝后挥了挥手 你自己去查呀 我是你爹呀 什么都要告诉你 见兮兮地 看得我好笑 你知道赵瑶当初是为什么出国 我有些诧异 宋石眼里亮晶晶的 咧着嘴笑 不知道啊 我就是隔应一下他俩 用脚趾头想你也不是能做出逼那女人出国的事的人 我呆呆地站着 这是第一次 有人完完全全地信任我 之前每次向傅年解释时 他都不信我 赵瑶当初攀上了个富二代 要带他一起出国进修 他想和穷小子傅年分手 却不想被记恨 于是盯上了我 留了一封信 说是我为了和傅年在一起 逼他出国分手 而傅年这么多年 也对此深信不疑 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不信 其他的朋友们 表面说着 我的可能会做这种事 背地里还是打赌说 是我逼走的赵瑶 宋石为了庆祝今晚拿下合作 带我去了一个地方 我没想到 他居然会带我来蹦极 我自小就喜欢这种极限运动 和傅年在一起后 他不喜欢我玩这些 我也就慢慢地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宋石已在栏杆上 拍了拍我的脑袋 笑着说 想什么呢 被我感动傻了呀 沈岁欢 在我这里 你永远都可以做你自己 绑着安全绳跳下去的那一刻 我突然就想通了很多事 趁着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脆弱 我大声地尖叫 哭泣 脑海里闪过很多 我和傅年在一起的样子 无一例外的 都是他一脸冷漠不耐烦 而我总是委屈求全 强扭得刮太苦了 我以前总想着坚持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傅年就会喜欢我了呢 可不爱的人始终不爱 傅年 我要放弃你了 结束后 宋石过来扶我 表情夸张 你知不知道 你刚刚叫得跟个马喽一样 吓得我心脏都差点骤停了 哈哈 谢谢你呀 悲伤的情绪 瞬间就消失了呢 对了 刚刚某人给你打了好多通电话 我怕影响到 你我就给静音了 姐姐 你不会怪我吧 面前的人摆出一副很无辜的表情 看得我好气又好笑 我拿过他手里的手机 余光瞥见宋石不断往这边看的眼神 我忍住笑意 故意大声道 哎呀 这个备注名为老公的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呀 我还是给他回个电话好了吧 不过刚刚答应某人的看日出计划 怕是要落空喽 宋石瞬间弹跳过来 语气别扭 那不行 你说好蹦完即就一起 看日出的 我摸了摸这人的头发 宋石哼唧一声 一下没了脾气 真好哄 踏着日出的霞光 我回了家 傅年难得在家 不想理会他 我静止往楼上走去 一上年龄果然就不能熬夜 这回我得抓紧去补个觉 傅年抓住我的胳膊 将我抵在墙上 后背磕在画架上 我撕了一声 不明白这人今天是发什么疯 傅年眼睛里布满血丝 一看就是一夜没睡 沈岁欢 你昨晚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他听了宋石说的话 去问赵瑶当初出国的事 赵瑶只是眼泪汪汪的看他 他便再次心软了 我瞪向他 这几年都没管过我 怎么 你是今天才想起是我丈夫吗 整个人突然很疲惫 真的很没意思 我叹了口气 看向他 傅年 算了吧 我放过你 我们离婚 傅年眼神一暗 像是燃烧着一团熊熊烈火 一直烧到了他的眼睛里 他的心腔里 充满了愤怒和不满 沈岁欢 不过就和宋石在一起一晚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 怎么是他让你更爽吗 说完之后 他就单手扣着我的后颈 侵略性十足的直接咬上来 所有的污液和挣扎 被尽数吞噬 我使劲咬住他的唇 直到嘴里满是铁锈味 傅年也依旧没放开 疯子 想起他也会这么吻赵瑶 为里泛起一股恶心 我故意吐在他身上 傅年多有洁癖一个人 当下就黑了脸 沈岁欢 想离婚和宋石双宿双飞 做梦吧 我不会同意的 他扔下这句话 就转身走了 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懂 傅年这个人 明明那般厌恶我 如今我要放他自由 他却又死不撒手 不过 他同不同意 也不重要 我背后靠的 可是沈家 我上楼整理了自己的东西 便回了爸妈家 妈妈心疼的抱住我 欢欢 瘦了 欢欢 别怕 傅年那狗东西敢欺负你 我这就去打得他满地找牙 爸爸接过我的行李 又抱住我 欢欢 不开心了就回家 我们永远都在 妈妈附在我耳边说道 我一直都不是个称职的女儿 当初爸妈不看好傅年 我却非得嫁他 他们被我磨得没办法 才勉强同意我们的婚事 如今才过了两年 我又要离婚 我不敢去看爸妈失望的脸 还是爸爸打破沉默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们做父母的 只会全力支持你 你是我们沈家的女儿 断然没有被欺负的道理 我别过脸 不想让他们看到 我通红的眼睛 宋时就住在我家隔壁 这段时间天天来找我 我知道他是想逗我开心 两家父母更是对此乐见其成 给傅年寄去的离婚协议书 一直没得到任何回应 这天 宋时拉我出去吃饭 刚进去就撞见傅年和赵瑶 身旁的人低骂了句晦气 赵瑶扭着腰走上前来 看着我的眼里闪过妒忌 真是好巧啊 人多热闹些 沈小姐应该不会介意 和我们拼个桌吧 宋时文言冷哼出声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多大脸啊你 一个小三上赶着往前凑 赵瑶被气得脸色发红 却什么都不敢说一声 自上次后 他应该也听说了 宋小少爷疯狗的名称 这人做事向来魂不领的 再加上宋家 个个都是几乎短的性子 圈子里没人敢招惹 宋时 叫来饭店经理 以后我不想在这里看见这两个人 你明白了吗 经理立刻弓着腰 请傅年和赵瑶两人出去 赵瑶顾不上自己的形象 指着我怒骂 凭什么他就可以 我们也是来吃饭的 怎么就不行 小心我举报你家店 不是大姐 我又做什么了 我有些无语 真搞不明白 就这脑子也能混娱乐圈吗 宋时吹了声口哨 眉梢扬起 就凭这家店是老子的 就不想让你俩进 怎么着 咬我呀 我扯了扯他的衣袖 差不多行了 再过就太装了呀 宋时鼓了鼓塞帮子 垂下了头 乖得不行 赵瑶还要说什么 宋时忍不住朝着那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傅年开口 喂 我说你要是没死的话 能不能管好你家的疯狗 别放他出来乱咬人 还有啊 上次不是都好心提醒你了吗 你是半点都有言都不尽啊 傅年抬起头 确实问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轻轻摇头 离婚协议已经寄给你了 你抓紧时间签了吧 傅年脸上的血色 好似一瞬间就消米殆尽了 他的视线 缓缓地落在我的脸上 像是在确认我话里的真假 沈岁欢 我不会同意的 你休想离开我 我深吸一口气 忍住 想揍他的冲动 身旁却有人忍不了了 宋时重重一拳 砸在了傅年的脸上 傅年反应过来后 也揍了回去 两人你来我往 很快身上脸上就挂了彩 而赵瑶 早在他们刚打起来时 就偷偷溜了 饭店经理将求助的眼神 放在我身上 我叹了口气 朝着宋时说道 小时 你受伤了 宋时立马像只小狗般 跑到我跟前 夸张的呲牙咧嘴 姐姐 疼 他是不是把我做毁容了呀 面前的男人嘴角破了 眼睛也一片青紫 看着是够唬人的 但也远远不到毁容的地步 傅年脸色铁青 他做不来宋时 那副绿茶样 沈岁欢 我也受伤了 很疼 哦 那我替他向你道歉 小孩子不懂事 你就别太计较了 我用棉签擦着宋时的脸 头也不抬得敷衍道 傅年紧抿着唇 眸色阴沉 沈岁欢 你就这么护着他 他缓缓向前走了一步 你别忘了 你还没和我离婚 我放下手中的棉签 所以呢 副总部也是 在外采旗飘飘 怎么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宋时在一旁点头如捣蒜 我怕他真给人气出什么好歹 立马拉着他离开 傅年没有再开口 只是灯影下的身影格外寂寥 谁都没想到的是 当晚他们二人打架的视频 被放在了网上 而我也被骂上了热搜 第二天我到公司后 就发觉身边一直有人 在对我指指点点 我叫来秘书问情况 他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口 到底怎么回事 沈总 有人在网上放出 副总和宋少爷昨晚打架的视频 还说 说是因为你 本来这也没什么 但是有粉丝认出来 副总是赵小姐的绯闻男朋友 于是 现在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 全都在骂你 脚踩两条船 我拿起手机 打开热搜 两男为争一女大打出手 赵瑶被三 报后台的私信 几乎快要报了 全是辱骂我的 水性洋花的女人 一边拆散别人感情 一边还被金主包养是吧 你做这种事 不怕遭天打雷劈吗 敢抢我们姐姐的男朋友 去死 我找到赵瑶的社交账号 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 会发酵的这般大 他昨晚偷溜走后 发了条似是而非的内容 大抵真心总是被辜负 你还是让我输给了他 有粉丝在认出视频里的赴年后 去评论区找他求证 姐姐 你是不是被三了 而赵瑶只回了个哭哭的表情包 瞬间就坐实了谣言 粉丝背弃的全部跑我号里 为他们的姐姐伸张正义 无数侮辱性的言论铺天盖地 手机铃声不断响起 公司楼下也挤满了群情激愤的粉丝 甚至路人 各种流量账号带头批评我 所有人都躲在键盘后面 还是沈氏的总裁 怎么有脸抢别人的男朋友 诚挚小三 人人有责 这种人活着真是污染空气 家人们 我们现在就在他公司楼下 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扣衣哦 他们不问缘由 每个人都自诩是正义的使者 随便敲敲键盘 就可以判定一个人的生死 秘书有些担心地望着我 沈总 我们都知道 不是这回事 明明副总是您的丈夫 我打断他 我没事 反正也要离婚了 就趁此机会 将这些事都处理干净吧 我正在整理这些证据时 秘书又跑了进来 沈总 副总替您澄清了 我没想到 从来不玩网络的赴年会 专门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 发布一篇长文 里面详细地说明了 他和赵瑶分手的时间 以及和我在一起的时间 还附上了结婚证 他写了很多 当初赵瑶出国后 是我陪着他 一步步振作 有他创业时 是我在背后一点点的替他应酬 结婚后 我为了他的为是 如何从一个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界 变成什么都会做的除苗 他以为是我逼赵瑶出国后 故意和我结婚 又冷淡对我的报复 他查到 赵瑶当初出国 其实是跟了一个富二代 有赵瑶这几年在国外进修 其实早就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被学校劝退 他在最后说 我这么多年 被猪油蒙了心 错把鱼木当珍珠 早就不舍求能得到你的原谅了 离婚协议 我会叫人将重新修改 好的那份拿给你 对不起 沈岁欢 如果可以 我希望在一切结束后 你能给我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 再然后 宋石也发了一条声明 本人宋石 一米八九 身体健康 八块腹肌 无前任 无不良嗜好 更不瞎眼 特来应聘沈岁欢的男朋友 这人 我捂住脸 还嫌我出的风头不够大吗 这之后 舆论开始迅速反转 我的私信里 多了些道歉的 而赵瑶的评论里 全是谩骂 他们将被欺骗的怒火全部转移到了他身上 各种他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的照片被爆了出来 路过的狗都恨不得踩他两下 网络上的人从来不愿意承认是自己错了 他们肆意的寻求各种刺激 再一次的拿起武器 化身成为正义 赵瑶算是彻底被毁了 宋石专门过来接我下班 我下楼时 他正穿着一身灰色的运动服 摆动他的头发 看见我了 漆黑的眼睛骤然亮起 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我刚要推开他 就听见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姐姐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我拍了拍他的背 你说什么对不起 何况现在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宋石摇摇头 带着歉意 我揉了揉他的头 这一幕 刚好被傅年看到 他站在门口 衬衫皱巴巴的 没有机领带 脸上戴着眼不住的眷衣 眉峰深深的促起 眼底满是红血丝 傅年朝着我走过来 第一次温柔的叫我 欢欢 像他叫瑶瑶石一样 以前我总希望 他能不那么冷冰冰的喊我审遂欢 可是那也仅仅只是以前了 我站着没有动 于是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 欢欢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 傅年的眼尾都染上几分温柔 落在我脸上的眼神 竟让我错觉是他深爱着的人 但怎么可能呢 我为他洗手做羹汤的时候 他不爱我 我为他应酬 喝到胃出血的时候 他不爱我 我要和他离婚了 他却开始爱我了 这算什么 他让我开始怀疑自己这几年的爱到底值不值得 大抵是不值得的 于是我开口 带着刺 赴年 我后悔了 后悔曾经陪在你身边 后悔爱上你 后悔和你结婚 赴年听懂了 他的脸色瞬间变白 眼底浮现出巨大的痛苦 对 这样才对 凭什么只有我再痛 宋时温热的手指 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傅年的视线 渐渐落在我和宋时交握的手上 沈岁欢 对不起 我爱你的 我早就爱上你了 是我不敢承认 对不起 他捂住脸 有眼泪顺着手缝流下来 太晚了 傅年 没有人会永远在你身后等你回头的 宋时拉着我想带我离开 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声小心 没来得及回头 我就被宋时一把护在怀里 紧接着就是他转身 一脚将来人踢飞 我望过去 就看见傅年倒在地上 白色的衬衣已经被血浸染 他的腹部正插着一把刀 保安才慌慌张张的跑过来 将那人按住 是赵瑶 他披散着头发 恶毒的眼神 朝我射过来 沈岁欢 都是你 都是你 是你抢走了傅年 你害得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要你偿命 我有些恍惚的看着这一切 才向回过神来 连忙翻出手机 拨打120 宋时按住我颤抖的手 医护车来得很快 傅年被带上车时 人已经没了意识 沈岁欢和我们都被带去了警局 从警局做完笔录后 天已经黑了 赶到医院时 傅年已经从手术室出来了 医生说他只是失血过多 晕倒是因为最近休息不足 我站在他的病床边 斟酌了一下才开口 傅年 我非常感谢你 如果今天不是你 躺在这里的 就会是我了 但是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到感谢这一步了 我会请护工专门来照顾你 听医生说 你最近休息不好 还希望 你多保重身体 刚出去 就见宋时可怜巴巴的蹲在门口 看见我出来 猛的站起身 我还以为你今天要陪他过夜呢 我屈指在他头上敲了敲道 想什么呢 他救了我就要原谅他吗 护工我已经给他请好了 接下来我不会再过来 宋时一双眼睛亮亮的 真的吗 那你要不要考虑下我 我都在那么多网友面前 大放厥词了 傅年这一刻 他才真正意识到 他已经失去沈岁欢了 那个全心全意爱着他 满心满眼都是 他的女孩终究是彻底不要他了 他埋在被子里 细碎的物业声传出 自那天起 我再没见过傅年 赵瑶因为故意伤人 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结果出来时 网上又狂欢了一阵 宋时最近天天过来接我下班 有时带着花 有时是礼物 闹得动静太大 我爸打电话过来问我 和宋时在一起了没有 我说没有 那边又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像不止一个人在电话旁 我猛的挂断电话 身边八卦记者太多 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宋时倒是不在意名分的样子 除了那天在医院提起 我拒绝了后 就再没问过我这样的话 正想着 宋时打电话过来 下午我要带你去个地方 等下我有点事 结束后给你电话 那头传来小狗闷闷的答应 我心下好笑 却还是没多做解释 一个月了 想必傅年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 我约他五点前在民政局见面 到地方时 傅年已经到了 整个人瘦得厉害 衬衫空荡荡的挂在身上 我看得皱眉 这么多天你一直没打电话 我还以为你后悔了 嗨嗨 你真的决定要和我离婚吗 傅年脸上的肉都有些凹陷下去 眼底全是无情 我只是冷漠的看着他 傅年 别让我看不起你 傅年低下头 掩饰住自己的狼狈 声音有些哽咽的说 那我以后还能再见你吗 我有些不耐烦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 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傅年咳得更加厉害了 跟着我一起 进了民政局 再没开口 出来后 我拿着手里的离婚证 终于松了口气 看着傅年的样子 想了想 还是说道 你没事吧 注意身体 有空去医院看看吧 傅年滴滴硬了声 看着我脸上的笑意 神情有些无助脆弱 你是要去见他吗 你们在一起了是不是 想起宋时 这会委屈的样子 我眼里带上几分笑意 还没有在一起 不过过了今晚就不一定了 傅年的身体 微微颤抖起来 就站在那里 看着我走远 背影孤独又单薄 仿佛这个世界上 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和宋时在一起后 他真的将我宠成了小女孩 我的爱人 我等了他十几年 我以为我 再也等不到他了 然而 我终是幸运的 宋时这两年 向我求了好几次婚 我都没答应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做好准备 迎接下一段婚姻 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去赌 宋时 不会是第二个 傅年 我有些退缩了 这个转机 在于我收到了 傅年的一封信 他在信里写 他得了肺癌 晚期 他说 希望我能勇敢地追求 自己的幸福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 就丧失勇气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不总都是他这样 我将信放下 出门 看向宋时 他也正朝着我走来